喜欢鬼灭之刃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阿维 在鬼杀队中一般将成员按照实力分为12个等级 其中最高级的甲级人员 也被称之为柱 然而鬼杀队中一共出现了几位柱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人类电影中属于首二的强者 对应了鬼之营的12个月 虽然他们都是人类最强 但是九人也是有强弱之分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另一个排行榜 将九人分为三个档次 那我们就按照实力和阵级分析一下 九人究竟该如何划分吧 首先是最弱的等级第三档 一共有四人上榜 分别是重柱 阴柱 蛇柱和练柱 他们四人是柱中最弱的一档 因为按照战绩和表现力来说 他们都没有单独消灭过上前鬼 其中重柱是靠吞服了 足以杀死鬼子童话剂量 然后以身负死让陀魔吸收了自己 加上香奈弧伯一只柱的帮助 才勉强击杀了上前二组魔 而阴柱对抗上前六 靠的也是探知狼暴走 自己还断了一只手 只瞎了一只眼睛 面对最弱的下限六 硬柱只能勉强应付 最终也因为残疾退出了毁杀队 至于蛇柱和练柱表现力不高 练柱被上前四追着打 给人感觉就很弱 而且还是在开启斑文的情况下 而蛇柱现在是最神秘的一名柱 不过从他感叹炎柱 被上会震惊的表现来看 应该是弱于炎柱的 所以实力应该和硬柱练柱同袭 而第二档次入选人员 则是炎柱 水柱 丰柱和霞柱 他们四人都有对战上险队的战绩 其中炎柱差点拼死了尚弦三 被称为接近至高中期的男人 尚弦三的一窝座有多强 想必大家都清楚吧 炎柱拼了命以资残式的方式 想留着一窝座直到太阳升起 可是最后还是失败了 就算是这样 炎柱在第二档次 也不会是见底的存在 毕竟他可是差点能把 尚弦三一窝座的命留下的男人 而水柱义勇更适合炭治郎 联手击杀了尚弦三 但其实最主要还是靠叹治郎 体悟了宫座世界 才能砍下了一窝座的手机 而最后也是一窝座本身放弃了 继续当鬼苟延残喘的活着 去了天堂与他的爱人相聚 一窝座可是达到了最高境界的鬼 就算被砍下手机也能再生 除非他本身想领盒饭 又或者太阳和紫童花 否则谁也别想杀死他 霞柱则是单挑了尚弦五玉湖 实力不容小须 同住古典人曾经说过 一名尚弦需要至少三名铸 才能将其打败 而霞柱是透无一郎 能单杀尚弦五玉湖 而霞柱只有十四岁 并且握刀两个月就能当尚弓 天才少年名副其实 最后封住表现力也很强 尚弦一能秒了下注 却无法在短时间内心上封住 足以证明他的强大 最后一当只有一队人 那就是严柱 贝尼宇行明 他天生就是一个瞎子 而且十九岁才加入鬼杀队 当时手无腹肌之力 悲鸣与行明 只经过短短几年的训练 就成为了鬼杀队的王牌 这样的人才实属罕见 而他也被鬼杀队 中人力为最强助手 最后和封住 辖住 玄迷一起围攻尚弦一 才得以将其击败 可是最大的原因也还是 尚弦一黑死目主动放弃再生 谢谢大家 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讯息 请留言让我知道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关注我 爱你们